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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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其實創業是建造你的夢 夢幻不只是夢幻 你只有向那裏努力 會做到一些改變世界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美國住了30年 回香港創業 因為我的團隊很多是香港人 也有住在香港的外國人 我們就在香港開了一個 Blockchain的公司 可否和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區塊鏈Blockchain 區塊鏈Blockchain 其實是一個 Decentral的Data Base 但因為它是很安全的 所以一些人 就用了Blockchain 來傳送Values Internet 就是傳送Copy of the Data 就是把Data引一個Copy 送給別人 就是令到全世界改變 Blockchain 其實就是把Value 等於一些錢 一些Value的東西 用Internet 傳送給別人 這個金融的市場 可能會改變很大很大 區塊鏈很多人都聽到 好像Bitcoin 以太幣 但是區塊鏈很難等在 一個密聯網的器材上 原因是它們很便宜 沒有記憶 是做不到的 我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不增加密聯網的成本 就可以做 我們叫做Mining 就是挖礦 就是用所有密聯網的儀器去挖礦 這樣又不增加它的成本 我們就將會沒有了那些礦場 在我們的網絡 來做IoT的密聯網 區塊鏈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去中心化 沒有了中間人 IoTW的網絡 就是想做一個 叫做Market Place 那些人在網上 投物 就不需要Amazon 或者其他那些 中間的大公司 去做中間人 整個過程就會快了 以及小廠商都可以直接找到它的客戶 那你在哪一方面開始 和你做一個產品 Roll Out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在全球最大的Wireless LAN 的晶片裏面 是我們客戶Roll Out的幾個產品 就是智能燈膽 智能光管 空氣清新機 攪管機 以及熱水器 這個是最先出來的 然後我們在做的 有手機 以及A頂盒 是給人看電視 這幾個是後面再做的 本身我們這個密聯網 區塊鏈的科技 除了賣賣賣賣之外 還可以用在一些 工業上的用途 或者是Logistics 或者是Counterfeit 用途也都有公司 現在和我們聊這些事情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個創業 特別是ILTW 這個項目 其中 你遇到什麼困難 有什麼挑戰 通常創業者 資金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我來說最大的問題 就是別人不相信 我們能夠做到這樣 所以在科技方面 要很長時間 和不同的人去討論 來認識 直谷是習慣接受一些很新的東西 很創新的東西 他們會很仔細去看 東南亞就比較困難 科技的發明 其實很多人要知道訊息 今天科技走尖端去到哪裡 然後怎樣改進 在直谷會有這些科技 有些發明 錢也會沒有追得那麼緊 你可以很快又回復 但是實在工資太高了 所以很多時候都要向東南亞請 變成有部份要在直谷 有部份要在香港 或者其他東南亞的地方 還有現在直谷碰到一個問題 特別在三藩市 因為很多項目 特別在區塊鏈 很多項目發生 人和以前差了一點 工程師一來貴 二來他們一有不對 他們會去到第二間公司做 有一些香港的投資 他們會很快想要拿錢 很 impatient 他們會去到半年一年 直谷的不是 他們會長線 希望你那個產業去做大 然後就希望匯報更加高 所以是差很遠 你心目中是否想對特別是香港公司 對香港來說有什麼正面影響 我希望將直谷的文化帶回到香港 令到一些人有那個感覺 其實很多是他們不肯定 能夠改變世界 或者做一個很高的科技 就找一些很快很快 會有回報的機會來做 我希望能夠讓香港 有些工程師或者有些創業者 我覺得是可以做一支大型的項目 能夠改變世界 能夠改變人的生活 我希望我能夠做到 會不會是! 它會不會有不再陣 mir 輕鬆 對 口號 私會有很多